这些小鸡其实是在打疫苗 现在的流水线孵化 一只小鸡从出生到做成鸡排 一辈子都不会下地 新鸡蛋首先会经过机器扫描 坏蛋和不能孵化的鸡蛋都会被剔除 其余完好的鸡蛋会被装进网格里 增进37度的恒河孵化室 等待3721天 小鸡们就与分身破壳而出 经过再次的分解 体格虚弱的小鸡都会被淘汰 其余健康的小鸡会被送上传送袋 进行疫苗注射 然后注进四季如春的筒子楼 开灯就是白天 关灯就是黑夜 每天无忧无虑 唯一的任务就是吃喝拉撒快速长大 大约40天之后 完成了收场任务的小鸡们 会最后一次送上传送袋 迎来短暂一程的癥结 它们的肉同样会被快速处理 做成各式各样的基础制品 这些小鸡从出生到死亡 没有下过地 没有见过太阳 最后只是轻轻的离去 正如它们轻轻的来 这种人工采摘的榴莲 反而是价格比较便宜的 树上采摘是泰国榴莲的采出方式 在榴莲七八分熟的时候就摘起来 轮动后运往世界各地 然后在当地催手再进行售卖 所以泰国榴莲普遍是气味不能 价格不贵 适合新手入门 而高级榴莲爱好者的天堂 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榴莲年纪人工采摘 必须等榴莲完全成熟后 在它掉落 不需要人工催手 所以马来西亚榴莲 会更香更甜也更贵 价格最贵的 猫山王榴莲和黑色榴莲 都产在马来西亚 当然泰国榴莲便宜 那只是相对来说 榴莲总体都很贵 毕竟是人家拿命换来的 大家请 其实很好区分 田螺的屁股是一个尖的宝塔 开口小 而浮竹罗的屁股是扁平的 开口大 浮竹罗整体的个头比田螺大 但是田螺也有大的 像视频中的就是大田螺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屁股是尖尖的 不过市面上 用浮竹罗假冒田螺确实很普遍 因为浮竹罗 反正旺盛 产量大 价格很便宜 而且浮竹罗 彻底煮熟了 非常难吃 所谓浮竹罗普遍都是半熟的 但是浮竹罗体内 可是多达6000条鸡肉层 一会吃下去 那时候既不多浮也不多瘦 所以大家在外面吃田螺 可千万仔细辨别 到底是田螺还是浮竹 新鲜葡萄包进泥巴里 能保存半年都不会 其实这也跟我们国内的地窖很像 新鲜蔬菜放进地窖里 也能保存好几个月 因为地窖和泥巴壳 都能创造一个隔绝氧气的密闭环境 蔬菜水果 接触不到氧气 不能进行呼吸作用 所以保存时间 可以大大延长 这样每次买葡萄 都有一种拆盲盒的感觉 这种鸟还真不是人为插卷霜的 因为这种鸟的日常 就是各种撞树 花式插卤尾 甚至还有直接撞晕的 这种鸟叫翠鸟 最大的特点是飞得快 但是它不在开阔的天上飞 而喜欢在低眼茂密的灌木林 芦苇层中穿色游荡 所以很容易就因为飞太快 来不及反应撞树上 说不定小哥刚给它拔起来 转身就插在另一棵树上了 这种沙土啊 跟烂泥沼泽不一样 人踩在上面是不会陷入去的 这种土学名叫潭王土 在河边或者工地上很常见 因为含水量很大 同时沙土里还有包块 把水锁住了排不出去 所以就像一个水球一样 踩上去拆散油油的 不过这种土 可是能冲入卡车的重量 所以人踩在上面也完全不会陷入去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踩的不是潭王土 而是赖泥沼泽 那一脚踩下去 可能只剩一个头了 所以大家最好还是少玩泥巴 彩色小鸡啊可千万别买 买回家活不过两天 所有小鸡刚出生时都是米黄色 不存在什么彩色小鸡 工厂大批上孵化的小鸡 难免有一些体弱多病 这些有缺陷的小鸡 就会被工厂淘汰 以非常低的价格 打包卖个商贩 商贩买回去 给小鸡染上红橙黄绿的染料 就成了彩色小鸡 他们用的染料 当然也都是非常劣质的化学剂 小鸡们本来身体就不好 再加上化学染料的侵蚀 买回家 不管怎么好吃好喝 心心照亮 都很难养活 所以有这一块钱 在拼多多抢八盒海底捞资料锅 它不香吗 平时一盒都要三十 麻辣酥露 香辣酥食 各种口味都有 点击评论区就有机会下 不过话说回来 这些彩色小鸡 其实也有一个好处 养起来非常省事 因为基本上 都是喂几天 就永远不能再喂了 可以直接起锅烧油了 世界上最贵的葡萄酒 其实很多都是脚踩的 脚踩葡萄 是葡萄酒尿道中 非常传统的一部工序 采收回来的葡萄 必须先进行破皮 让只眼流出来 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发酵 相比于用机器给葡萄破皮 人工脚踩更加轻柔 可以减少葡萄中 酸涩物质的流出 所以很多顶级好酒 都更倾向于人工脚踩 当然采葡萄的工人 既有妙龄少女 也有扣脚大汗 那为啥脚踩葡萄酒行 而脚踩酸菜就不行了呢 其实不是因为 葡萄酒能杀菌 葡萄酒最高不过二十度 杀菌效果约等于恒河水 真正的原因其实是 脚踩食物在古今中外 从来都是很正常 很普遍的事情 比如脚踩茶叶 脚踩酒取 脚洗干净了 并不比手脏 甚至还更干净 只不过正常是洗了再采 而酸菜是采了再洗 鲨鱼宝宝很难自己 从卵胶里孵化出来 因为卵胶非常硬 自然还原之中 只有不到一半的鲨鱼宝宝 可以成功孵化 所以人为把卵胶剪开 实际上是帮了它一个大忙 鲨鱼除了卵生 还有胎生 就是像我们人一样 直接把鲨鱼宝宝生下来 但是更多鲨鱼 包括大白鲨 都是卵胎生 鲨鱼会先产卵 但是这些卵 不会被排出体外 而是在鲨鱼体内孵化出来 孵化出的小鲨鱼们 会在妈妈肚子里 互相残杀 吃到自己的兄弟姐妹 最终只有最强的几只 才会被鲨鱼妈妈生出来 就像羊骨一样 虽然残酷 但却是自然界 非常有效的生物的法则 臭豆腐的臭味 和分辨的臭味 确实是一样的 主要都是因为 还有三甲剂引朵 所称分臭素 所以吃起来 很容易产生联想 但是臭豆腐的臭味 是从卤水中发酵出来的 卤水的配料中 因为还有黑豆豉和香菇 所以卤水 看起来黑乎乎的 但是从卤水中 发酵出来的臭豆腐 那是闻起来臭 吃起来香 而是吃起来 苦中带色 色中带酸 还有点黏牙虎嗓子 根本不是一个口感 你吃一下就知道了 这条魔鬼鱼啊 很痛苦 可一点都不开心 但我们看来的笑脸 其实是窒息到 快要死亡时的痛苦表现 魔鬼鱼长在肚子上的两个小口 其实不是眼睛 而是排沙口 因为魔鬼鱼 平时非常喜欢 把身子埋在沙子里 它真正的眼睛 长在头顶上 暴露在空气中 会导致魔鬼鱼很快缺氧 所以在我们看来的笑脸 其实是魔鬼鱼 蜷缩了身子 努力保护自己的姿态 它要是会说话 那笑脸里冒出来的 肯定全是菠菜